这是华语恐怖片的天花板 白天看两腿发软 晚上看没那个胆 胆小的现在可以撤退了 胆大的仔细看这个符号 并记住他 然后念出这句话 在心里默念也可以 六年前 李若南和朋友进入奇怪的深山 从进山那一刻起 手机就没了信号 相传 这里有绝对不能进的地道 他们自称破鬼特工队 呼吁人们相信科学 不要迷信 车开到半路 突然哐当一下 似乎压到了什么东西 下车一看 还真是 似乎是当地兴奋的佛母 若南突然干呕起来 身体有些不舒服 他们没在意 选择继续深入 路上碰到一些当地居民 别的还好 就是手势有些怪异 戴眼镜的是阿元 开车的是阿东 他们叔公就住在这里 叔公表示这里不欢迎外人 阿元赶忙解释 若南是阿东的女友 严格来说不算外人 但叔公态度强硬 让他们考虑好再来 旁边有个奇怪的阿婆 一直盯着他们看 阿婆跟叔公 耳语几句 然后看了眼若南的手 允许他们留下来 这里怪异的不只是手势 小女孩在背上刺青就算了 房间里到处都是种子 包的也是 若南的身上也有一只 随手一拍 顿时感到一阵恶心 短暂的休整后 叔公带着三人 祭拜佛母 以后每十年 都要回来拜一次 阿婆从小女孩头上 捡下几缕青丝 用红布包起来 献给佛母 这叫真名奉献 以后在这里不能用了 心里也不能想 小女孩来到若南面前 进行简单的仪式 阿婆解释 佛母喜欢若南肚子里的小女孩 等有了名字 也要献给佛母 祭拜过后是一顿简单的晚餐 三人胃口都不怎么样 本以为若南肝乎是身体不适 最多也就是重心 可阿婆却说是怀孕 还准确地说出了性别 这样若南和阿东有点紧张 但正事还是要办的 三人偷偷出去拍摄 阿婆带着一帮人在念咒 小女孩也在 十分诡异 小女孩突然睁开眼睛 他们赶忙躲起来 可惜已经被发现了 好在小女孩没有恶意 以为他们是偷跑出来玩 他们原计划是闯地道 可小女孩却说那边是禁地 然后带着若南进入一个房间 没让阿东和阿远进 小女孩钻到桌子底下 若南环顾四周 这是刚才击败佛母的房间 佛像全部对着墙 墙上有奇怪的符号 地上有一滩雪剂 是从头顶跌下来的 旁边的壁画有点诡异 小女孩从桌子下面钻了出来 还拿着一个铁盒子 盒子里是蛤蟆 小女孩把发丝交给若南 让若南去喂 蛤蟆吃头发 若南实在理解不了 但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短暂的星期后 若南看向小女孩 发现她耳朵有些特别 问她怎么回事 她说被佛母拿走了 她是被神选中的人 佛母拿走她的肉去保佑大家 不等若南感叹迷信的力量 旁边就传来奇怪的声音 女头一看 一上掉了一尊佛像 桌上的佛像也全都转了过来 小女孩赶忙把她扑倒在地 嘴里念着咒语 动静引起书公注意 书公把三人关到房间里 让他们明早就走 阿东不甘心 把门撞开 准备前往地道 若南的状态有些不好 但还是跟着去了 路上她又干扰起来 似乎印证了阿婆的话 阿东没有逃避责任 如果真如阿婆所说 那孩子就叫陈乐同 三人打起精神 继续前往地道 这时出现突发状况 唤一响 村民全体出动 似乎在进行什么古老的无事 随后 三人在地道口发现小女孩 小女孩满脸浮纹 昏迷不醒 看来是被当成了祭品 阿东开始打退堂鼓 若南也想送小女孩去医院 可阿源不肯走 地道就在眼前 她不甘心啊 没等两人反应过来 她一脚把门踹开 短暂的安静后 那面传来奇怪的声音 仔细一听 像是小孩的哭声 恐怖的气氛 让阿源没了之前的冲进 可若南却不干了 万一里面真有小孩怎么办 难道见死不救吗 阿东让他留下来照顾小女孩 然后和阿源深入地道 若南一个人留在外面 多少有点紧张 小父突然一阵疼痛 低头一看 裤子上全是血 没等他搞明白怎么回事 阿源就尖叫着爬了出来 头也不回的往山下跑 摄像机留在地道口 阿东迟迟不见出来 不久后 叔公带人赶到 把阿东从里面抬了出来 若南坐在原地哭泣 还被删了一巴掌 他强忍疼痛爬向低道口 想看看摄像机里拍到了什么 小女孩抱着一个大坛子过来 让他喝了几口 见他要看摄像机里的内容 小女孩拼命阻止 可身交体弱的他 根本阻止不了若南 若南回到村子里 周围传来阿源的声音 让他不要问 他四处寻找 没找到阿源的身影 只看到大家又在念中 走近一看 阿东已经被焚烧 阿源的声音再次响起 他转身一看 就在身边 但行为有些怪异 阿源突然转身 冲过来咬他 结果没咬伤他 自己的牙却掉光了 阿源转身逃跑 若南抬头一看 几名大汉站在旁边 身上刻满符纹 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当看到阿婆的脸后 他吓得转身就跑 没跑两步 阿源就从天而降 死在他面前 他早已被吓傻 开着车就往山下跑 虽然他逃过一劫 但却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 整个人都变得不正常 一直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期间生下了肚里的孩子 取名陈乐童 小明叫朵朵 由于精神状况不好 他没有抚养孩子的权利 孩子被送到寄养家庭 他花了六年时间抚平创伤 这才把朵朵接到身边 虽然六年没见 但母子联系 两人相处的还算融洽 一切都很正常 可好景不长 朵朵开始出现问题 先是情绪失控 在学校咬了同学 回到家后 又指着天花板 说上面有坏蛋 若南没多想 以为朵朵做噩梦 把灯打开 冲着灯喊 坏蛋快下来 本来只是装装样子 让朵朵安心 结果朵朵却说光喊没用 得上去把他牵下来 若南缓缓伸出手 朵朵说不够高 他继续把手往上伸 朵朵说牵到了 他举着手往屋外走 朵朵一直跟在后面 等他出去后 朵朵又冲着天花板吼 坏蛋快下来 反反复复折腾了一夜 后来听老师说 在学校也经常这样 对着天花板发呆 说上面有个五脸怪 若南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想着换个新的环境 或许会好一点 跟中介谈假的时候 朵朵被什么东西召唤 一路就向天台 搬了个小板凳 坐在围墙上 然后毫无证兆地跳了下来 短暂的安静后 他又跑了上来 但手里却多了把刀 然后又跟着指引来到一个地方 用刀打开了门 里面摆放着很多神像 短暂的安静后 传来若有若无的哭声 紧接着是一句咒语 然后虫剂出现在门口 门缓缓打开 朵朵并无大碍 声音是从摄像机里传出来的 若南飞奔过来 赶忙抱着朵朵离开 都没意识到踩死了虫子 朵朵刚上车就出现异常 看样子很痛苦 据医生说 朵朵的情况有点复杂 是脑部引起的半身瘫痪 经过这些事 法院决定收回若南的抚养权 他不在的这六年 朵朵一切安好 他一回来 朵朵就这那的 可他不想放弃 朵朵是他女儿 女儿病了 当妈的怎能不管 记得当年接受治疗时 医生给他看过一幅摩天伦的图 让他说出摩天伦是在往左转 还是在往右转 其实问题不在于左右 而在于他怎么想 意思是让他明白一个道理 意念可以控制这个世界 你往好的地方想 结果就是好的 你往坏的地方想 结果自然就是坏的 若南当即立断 决定放手一搏 用自己的办法去治愈女儿 朵朵之前寄住在严静男家里 严静男决定帮一把 带着两人去若南所说的地方缺险 路上出现各种怪异的景象 越往前走 严静男就越害怕 他准备倒回去 结果车子又快在半路 两人提心吊胆 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 车点传了一声巨像 广播又开始门发开 小心越来越大 越来越密集 若南紧闭双眼 念着咒语 严静男也有样学样 或许是咒语起了作用 一切又恢复平静 两人来到大师家 摄像机被贴上符咒 大师开始做法 两人站在一旁等待结果 大师说朵朵的情况比较严重 七天内不能吃喝 然后再回来开谈做法 这七天很难熬 到第三天的时候 朵朵脚胀的皮肤开始发皱 逐渐蔓延至全身 若南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仔细回想一下 都是摄像机惹的货 他当年找朋友 修复摄像机里的内容 其他片段修复的很快 到了地道里的片段 就一直卡着 在这个过程中 朋友的身体越来越不舒服 牙齿也开始脱落 像是中了什么诅咒 他研究过当地村民的手势 是八方天手印的变形版 八方天手印是提取福德 手心朝内 有提取聚拢的意思 变形后是手心朝外 像是散的意思 头顶的壁画比较奇特 四周都有庙 庙上面有羊 那些刻在脸上和身上的符文 是古印度记载佛经的 一种布隆米文字 云南语各密宗的毕士和尚 是现存的能发现 这种古佛经的人之意 他亲自去拜访了一下 得到的答案 让他既震惊又绝望 视频他已经传给若南 地道内的画面已经修复好 但他不能给若南看 随后 这名好心的朋友 一边喊着自己的名字 一边用头碰撞桌子 直至死亡 七天时间还没到 朵朵的皮肤便开始溃烂 而且还不停呕吐 途出来的东西里有虫子 若南赶忙去找大师 结果发现大师死在家中 地上也有虫子 大师嫂背对着他 说他以前怀孕的时候 答应把孩子送给神明 大师嫂开始挠头 露出来的皮肤也是溃烂的 若南这次是真的怕了 他想带着朵朵离开 可门却被锁死 回头一看 大师嫂若隐若现 还不断变化方位 然后站在原地不动 猛的转身冲了过来 他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而大师嫂已经死亡 回头看向朵朵 竟然不见了 一抬头 被吸在天花板上 没等他缓过神来 就哐的一声 倒在地板上 他赶忙送朵朵去医院 然后跪在一旁 坐着奇怪的首饰 嘴里还念着咒语 明南的大师说过 火佛修医 心撒乌木 是一句古老的宗教祝福语 这个宗教从东南亚传到云南 后来又传到安东所在的陈家 也就是陈家供奉的佛母 全名大黑佛母 是恶意之神 简单来说 陈家先做神了 被佛母降下诅咒 念咒语的人越多 祝福的力量就越大 能保护念咒的人 朵朵伤得很重 还半身瘫痪 七天没有吃好 就这 半夜竟然跑了出来 看着首饰 似乎是谁在牵着他走 他一路来到医院门口 这里有个全身 写满符文的少女 朵朵和少女都被送回医院 若南找上那名少女 一只耳朵没了 应该是献给了佛母 看了眼他身上的符文 若南拿出一把刀 割掉他另一只耳朵 其实地道里的视频 若南看过 东元二人进去后 首先看到的是祭坛 符楼上写着祸福相依 两个人偶被面对面绑在一起 继续深入 有布条挡着去路 阿东剪断布条继续前进 中间又被东西阻拦 透过缝隙往里看 似乎是个神像 两人把东西弄开 看脸刚才的神像 再往里走又是一个祭坛 上面还摆着头发 两人继续探索 这里有很多神像 很多镜子 还有若有若无的声音 像是之前听到的小孩哭声 阿元此时已经有些慌了 两人壮了胆子继续深入 镜头是一尊佛像 脸被红布折挡 双手截着八方天变形手印 阿东仔细研究了一下 等阿元喊他走时 他突然发疯 他喊着自己的名字 然后吃起了头发 阿元拉着他往外走 地道里的玻璃全部震碎 无数手臂从墙上出现 等一切恢复平静后 阿元壮着胆子去找阿东 前方传来咚咚咚的声音 强劲而有力 阿元寻声而去 竟然是阿东用头撞墙的声音 他想问问阿东怎么回事 阿东突然回头 吓得他拔腿又跑 这就是地道里拍到的所有内容 若男曾经也很害怕 但现在他是一位母亲 要尽到母亲应尽的职责 他在身上写满符文 对着摄像头 给女儿留下祝福 然后重返陈家 直面曾经的噩梦 地道还是原来的样子 他一路来到放着头发的祭坛 敲碎墙上的玻璃 摆好所谓的祭品 调整房间的角度 来到父母面前 献上少女的耳朵 然后双手结印 对着镜头 让看到视频的人跟他一起念咒 并放出云南大师的完整翻译 很久以前 闽南有一派孤老的密宗教 他们以实行写法卫生 奉大黑佛母为神 隔小孩身上的入来供奉 伤天骇礼 最后控制不住佛母 反备诅咒 于是把佛母封印起来 并用邪术转移诅咒 以求自保 其实若男撒了谎 那句咒语不是祝福的意思 而是闽南方言 祸福相依 生死有命 亦为我愿共享诅咒 献出性命 而那个诡异的符号和奇怪的手印 是将佛母的诅咒 散发给陌生人分担 承担诅咒的人越多 诅咒的力量就被吸射得越厉害 佛母的脸是诅咒的中心 所以才会把脸遮住 而当时去云南找大师的 不是什么所谓的好心朋友 而是怀孕中的若男自己 多多是阿东的孩子 也跟陈佳人一样遭到诅咒 为了守护女儿 他才出此下策 让更多人去分担诅咒 走火入魔的他已经没有退路 唯有揭开佛母的面纱 率先分担诅咒 咒的故事到底就结束了 虽然披着恐怖的外衣 讲着母爱 全程也没有鬼的出现 但总给人一种很邪门的感觉 浑身说不上的难受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